Hello大家好我是Michael招 之前我出过两期讲我是怎么去做伴奏的 那从一开始我是完全的所有乐器都是逆向拔带 然后到现在我已经可以借助于AI的分离技术去提高我的生产力了 现在已经是2024年 AI分离技术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节点做一期总结 首先大家要明确一点 伴奏分离技术其实是一个开源的算法 所以如果你足够硬核 你也是可以找到免费的软件的 据我的观察 市面上那些付费的分离软件 其实也是基于这些开源算法来做的 当然你不能随意指着人家是无良商家 因为人家开发出了一个更直观的界面和更方便的功能 而今天我讲的是我一直在用的 而且是免费的方法 首先第一点 目前在我的应用范畴里 90%以上的曲目里的鼓和贝斯都已经不再需要我自己去逆向八代了 偶尔会有一些曲目呢低频不足导致这个贝斯呢不太清晰 或者是鼓声太小被其他乐器给遮挡住 这个时候呢导致就会分离出来的效果 坑坑洼洼的听不太清楚 那这个时候呢我才会去继续使用老的逆向八代的方法去制作我的伴奏啊 第二点呢 弦乐和钢琴的分离算法已经从无到有 而且呢也已经从非常的不好用到现在已经勉强能用了 但大家要明确一点 AI分离呢它不会是无中生有的 原曲的清晰度啊决定了最终的分离效果 它不会把原曲里那些被遮挡掉的弃乐自己生成出来的 所以才会出现分离出的乐器轨道 听起来坑坑洼洼的现象 这是因为很多乐器交织在一起啊 会有一定的相互遮挡的情况出现 而钢琴和弦乐其实是经常被安排在背景里做伴奏的 所以很容易被别的乐器给遮挡过去啊 所以才导致了最后分离出来的效果呢坑坑洼洼的感觉 但至少我觉得50%的情况下还是勉强可以用的啊 但一般情况下我还会自己再去补一些MIDI去做一下填充 那这个技巧的操作呢 待会我也会做一个实战的演示 第三点就是对于想要做吉他solo伴奏的朋友啊 那很多关注我的朋友主要就是要想要这样的伴奏 目前的AI分离技术呢 其实还是不支持分离节奏吉他和solo吉他的 甚至还不支持木吉他和电吉他的分离 他只能把所有的吉他分离成统一的一个轨道 也许有一些软件呢是可以做到了节奏和solo吉他的分离 但其实不太稳定 经常呢节奏可能串到solo里或者反过来啊 所以实用性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95%的情况下我还是会自己去录制节奏吉他的 包括木吉他和电吉他的节奏部分 同时这样做呢也会一定程度上填补分离伴奏里 其他乐器的坑挖感 所以这个还是一举两得的 然后第四点就是伴奏的分离技术 虽然呢听起来是挺神奇的 但是并没有神奇到能够替代专业的 陆一世制作的分轨文件的这样的地步啊 应该来说还是差很远的 但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啊 其实算是够用啊 目前分离的最好的还是人声方面了 销得呢相对比较干净 而且呢坑挖感也是最少的 但其他的乐器就多多少少的 还是会有一些坑挖感 导致呢音质听起来不是太好 这一年多来其实我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个分离技术的算法的发展的 但我发现最近的进步速度呢有点放缓 可能已经遇到了某种瓶颈期吧 我也希望能有个更大的突破 这样你就能够更加简化我的工作了 那接下来呢我就以我最近做的一个伴奏为例 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现在做伴奏的基本流程 我一直用的还是这个AudioStrip网站了 首先呢它会把最新最稳定的算法呈现给大家 大家就不需要调来调去什么的了非常方便 同时它的免费的功能对于我来说已经够用了 当然你也可以付费获得更多的上传歌曲的流量 以及更快的转换速度 目前来说我用它的免费功能就够了 但要注意的是这个网站在某些运营商的网络里呢 可能是直接上不了的 你可能得借助于梯子才能够上 分离起来也很简单首先我会点击Isolate Now这个按钮 然后我把音乐文件拖到这里上传 免费用户每个月有50兆的上传流量 用的多的话可以考虑开通一下付费会员 然后会提供三种算法给大家 我一般会使用第一种算法 因为它可以分离钢琴 然后分离选项里我一般选择最后一个 就可以获得人声、贝斯、鼓、钢琴、吉他 还有其他乐器一共六个分轨 如果选择的是第二个算法 乐器上它的选项不多 但是人声上它可以分离出主唱还有和声 由于我一般只是做吉他音乐的伴奏 所以这个选项我很少去用了 而第三个算法是目前最新的算法 但需要开通会员才能使用了 而且分离选项里它也最多只能提供人声、贝斯、鼓 和其他四个分轨而已 那对于我来说第一个算法已经够用了 而且可以获得更多的乐器分轨选项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分轨的音频格式有三种 我一般就是用个MP3就行了 而Wave格式和FLAC无损格式是需要开通会员的 对于我来说MP3格式已经足够了 所以就不需要去付费开通会员了 最后点击isolate分离按钮 会跳出一个验证你是否是人类的窗口 这里需要你看懂一点英文单词 这里让你找出所有涉及到自行车的方块 通过验证后网站就开始加载算法进行音轨的分离了 如果你不是付费用户的话 基本得等个20到50分钟 如果你想要更快的速度 那就得去付费了 付费之后速度可以提升10倍以上 我自己无所谓快慢 我一般会在这个时间去做点别的事情 所以也就没有付费了 好了 a few moments later 这个音轨就分离好了 我们先单独听一下这些音轨 到底质量怎么样 先来听听鼓的分轨 确实是有一些坑挖感 但其实这样的音质也是够用的 因为你还有别的乐器会混进去 到时跟别的乐器一起了之后 就不会显得这么的难听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贝斯的分轨 这个贝斯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音质可言了 但是如果是跟别的乐器混在一起的话 其实是可以用的 我们再来听听钢琴的分轨 这钢琴音轨单独听起来就已经糊成一团了 但是至少我们是可以听清它的和弦的 然后我们再来听听其他乐器 里面也包括了弦乐 听起来是飘忽不定 躲躲闪闪的 不是太好 但是其实这东西有就行了 要求不能太高 接下来听一下吉他的分轨 可以听到节奏和solo吉他 甚至有一些贝斯和钢琴都混在在一起 那算是也是把吉他突出的分离了出来 最后再听一下人生的分轨 虽然说还是不能够深究音质啊 但是这个人生分离的质量 其实是比别的乐器要好很多的了 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去掉人生后的伴奏是怎么样的 作为卡拉OK的伴奏 这个水准其实是完完全全够用的了 那我们再来听听吉他solo那部分嘛 去掉吉他后听起来怎么样 说真的如果你直接用这个伴奏来弹solo 其实也是能用的 但是它还是不够饱满 所以我还会再去补一些东西进去的 所以我会把这些音轨都先下载下来 然后导入到录音软件里 我事先是要计算好歌曲的速度的 不然我后期做的MIDI乐器是无法跟原曲合拍的 所以还是有一些编曲相关的准备工作要做好的 导入了分轨文件后 我要将曲子与工程文件的节拍对齐 然后我把solo部分单独的剪出来 我之前在Guitar Pro里有事先做了和弦进行的音轨 所以我只需要把它导出成MIDI文件 然后导入到我的录音工程里就可以了 这个只是我伴奏的一个补充 所以我不需要对这些MIDI音符做过多的处理 我只需要把音源换成钢琴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为了整体伴奏听起来更饱满 坑挖感更少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听起来更饱满更真实 我还会再铺一轨弦乐 同样也是和弦进行而已 但我会把弦乐里相邻的相同的音符给合并起来 这样听起来那个拉弓的感觉会更真实一点 这样子就能够减少伴奏的坑挖感 也能让伴奏听起来更饱满了 接下来一般我会去实录节奏吉他 但这首曲子可以让我投机取巧一下 因为它的副歌和solo的和弦进行是一样的 而副歌的节奏吉他也足够清晰 所以我就直接用了 我这里就单独的将副歌的节奏吉他剪出来 然后粘贴到solo去就可以了 刚才这个例子呢 其实是我所有制作的伴奏里可能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了 主要是节奏吉他什么我都没需要去重录啊 直接就是复制粘贴过来就行了 主要也是为了展示一下我制作伴奏的流程 原理呢我也是告诉大家了 听起来的确啊不算复杂 但是其实对于想要把做伴奏这个事情 当成一个商业赚快钱的人来说 他还是太耗时太慢了 无法批量生产啊 所以至今呢我看到还是很少人 用我的这个方法来去持续的做伴奏的 即便有也不会是免费的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啊 老子辛辛苦苦话也重重困难 才做出来的伴奏凭什么免费给你啊对吧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80%以上了 别说是软件的应用层面了 在上那个网站啊 在科学上网这一关就已经被拦住了 那你也许会握握了 我干嘛会做到一直免费呢 因为我不靠这个吃饭啊 这东西呢也没有版权可言 伴奏文件随手就可以转发啊 我个人呢实在是不想与人性做斗争 这会影响我弹琴的心情 所以呢不如我就免费分享出来好了 那这些小技能呢 其实只不过是我技能数里很小了一点分支啊 顶多算是一点点小聪明而已 我觉得我的核心技能 还是我持续的学习习惯 我可能呢在绝大部分的方面都没有什么天分和特长 但是我对于知识呢一直有着一种极度的渴望 我做任何事情呢都会思考它背后的知识价值啊 我也从不会让自己随意的进入一个放空的状态啊 我哪怕在路上走着的时候呢 我也会带着耳机去听各种的音频资料来获取知识 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 其实活到今天很多事情都已经看透了 我并不觉得知识一定能够改变命运 但的确能够让我在命运的较量中呢获得更多的机会 希望以此共勉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